名門蔡一鳳去年指控一名在她家裏做了13日的愛蓉, 偷了她價值10萬元的寶石戒指, 但因為證據不足,最後愛蓉就被裁定罪名不成立, 以為案件告一段落,並不是呀! 近日,那位前愛蓉就進一步向蔡一鳳追討一個月代通知金, 蔡一鳳就不憤,有人貪得無厭,不甘肆虐感, 亦向對方追溯代通知金,案件這日在勞之審裁處審理, 但一開庭就發生了一段插曲,蔡一鳳說, 在庭上的愛蓉,並不是她那位前愛蓉。 因為她的身高應該跟我一樣差不多高, 甚至多我少少,但剛剛那個蛇姐你看到她矮, 我看過頭,可能不就是你的樣子,我記錯了, 但那新歌真的沒甚麼可能記錯, 但很好笑的是,我的司機又覺得她是我, 但你和你的助手都覺得那個不是? 是呀,我和我的同事都覺得不是, 我和我的同事都跟那個勞工處, 那她和我的同事差不多高靈, 所以這些東西很高靈, 你幾多呀? 我現在開640多, 剛才那個姐姐有多少? 開640多, 其實現在就沒辦法了, 因為我證明不了, 她的IP是她用的, 如果是地個人用了她的IP來我家做事, 我是完全證明的, 你懷疑剛剛上庭那個就不是她? 在你家打風那個? 我會有一點, 她要遲一點, 但剛才上庭那個姐姐你完全不濕的。 我未見到她, 她的聲音有點不像, 頭髮以前是金屋, 但還不那麼金屋, 她剛才說她的頭髮, 她剛剛說她的頭髮, 這就是, 你一個人和你十多人都不想你做的, 完全不用你說話。 最後審裁官就說, 要先確保在場人士是申索人, 所以案件就需要押後審理, 排期於4月12日再審。 而因為蔡一鋒對庭上愛蓉身份傳移, 她的助手就隨即報警, 不過蔡一鋒未能進一部提供前愛蓉的照片, 加上警方說, 愛蓉得到她的前僱主證實身份, 所以警員之後就離開了, 總之整件事就真是超離奇啊。 等於是在 Apply蓉身份傳秀的, 請贈出事件,